对政地和作地是很需要技术和体力 尽情有作地是无分一家在作息 和一些人的身体就会不会抗理 第三天就是一位青年 因为作地所以身体不会抗理 常常就要照顾他 以后来就来完成一些浪作物 虽然说台湾没有以前那些 所以是可以来照顾自己的身体 也会不会变他出来的 撒到车来采取到活动过 这样一大片的工程都是这位少年人装起富 花了很多时间所研究出来的成果 原本它只是一位作地输 但是作地常常需要无分离压力工作 身体是无法度负担 要照便宜 因此算得力气回来做呢 做茶是钱比较多 但身体比较差 就是要常常熬夜 用体力下去换取那个金钱 常常跑医院这样 现在不用了 现在就是 吃乌龙比较不会那么累 就是时间 自己休息的时间比较长 规律比较好 就是体力的方面 就是调理出来的就蛮正常的 不过一开始专行来做东西 是真不简单 够刚好住到活水器 活动过怎么做就是真不错 因此顺求到老金养的生肥 再慢慢稳定进出水构出来 现在三流也越来越多 你超过家庭做了 来成功对这个地书专行修农 刚开始种了 每天都下雨 那个枝条啊 火龙果枝条啊 常常遇到那个腐烂 就要重新拔起来 要重新种 哼哼哼 也损失不少钱哦 对对 就是请那个比较资深的那个 种火龙果的啊 他就指导我们去用配什么药啊 治疗那个病菌 要比较细心去研究啊 青龙庄旗父也说 虽然做老龙是口亭吃饭 收贪的钱 我以前做多数的钱 但是算是可以照顾到 自己的身体和背叛出的人 也展现出只要有心 做什么行业 都会成功的道理 今天算差不多 收费的钱 也许ietnam